呃大家好我是博哥 今天和大家聊聊鉴别格子啊 咱们聊鉴别格子呢 聊理论啊 聊概念 首先呢我们为啥要鉴别格子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性格爱好者啊 那就鉴别格子呢 就是我们对眼爪 或者是对我们歌手种歌群发展的前途的成败 有一定的影响 咱们不要去抬杠 说有的人说没有懂格子的啊 没有懂格子 咱不是真正这个问题 有没有懂格子是你想不想去学 想不想去听 想不想知道格子这些的理论和奥务啊 其实鉴别格也不难啊 现在就是网络比较发达 很多的人去讲啊 讲这些这个鉴别这个方式 但是呢越讲呢越糊涂啊 我就我就讲理论 给大家分成几类 第一类鉴别的方法啊 是手感鉴别方法啊 手感鉴别方法呢 我推出了五个课程啊 如果大家喜欢听的啊 就关注我 近期我就推出啊 推出五大课程 手感鉴别方法呢 有五大特点啊 好歌有共鸣之处 有五大共鸣之处 具备这五大特点的格子呢 它起码是一个合格的赛格 也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一个总格啊 手感鉴别方法之后呢 就是静态鉴别方法 也就是第二种静态鉴别方法 静态鉴别方法呢 是照手感的方法呢 要提升一步啊 哪个是咋提升一步呢 手感鉴别方法 你得去摸格子啊 你得去掌握这个格子的这个好格子 共鸣之处 静态鉴别方法呢 不用去摸格子啊 站在你的格子当中 或者是呢 你把这个格子装在屋子当中 当这个情绪稳定了之后 就能挑出好格子和破格子 将来我也给大家讲解 这个静态鉴别方法呢 通过格子的站姿 还有它站的位置 神态 声音弦啊 都能看出这一只格子的好语言 这就是静态鉴别方法 这就是提升 之后呢 咱们再往下走啊 再走呢 就是掩杀剑鸽方法 掩杀剑鸽方法呢 是很多格友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 很多格友就认可啊 薄杀的格子 稳中带快 厚杀的格子在非恶劣天气 远程的格子呢 掩杀呢 是干 暗 硬 油 啊 这是长途的格子 那进途的格子 就是说 中距离的格子啊 眼纱明亮啊 不保护系 中距离的格子 这是不可改变的啊 还有一些的格友呢 鉴别眼纱呢 是通过 呃 瞳孔 眼智 啊 呃 锯齿 面纱 底纱 外风纱 通过这种方式去鉴别格子 但是我鉴别格子呢 没有那些 理念啊 我就看遗传线和速度线 好的赛哥一定要有速度线啊 好的种格他一定有遗传线啊 这个将来呢 我也会推出一个课程给大家去讲解啊 重点去讲解 呃 很多的大师名家啊 前辈 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反比反驳啊 首先杂耍杂耍 这个方法呢 这些人呢 就是看 不看整体 看鸽子的某一个部位 呃 鼻形啊 这个鼻形离脑门这个距离啊 这个嘴形跟眼睛那个距离啊 还有这个绑轴啊 呃 这个这个肩胛骨啊 呃 尾形啊 尾形啊 爪形啊 这都属于就是看鸽子的某一个部位 来鉴别鸽子啊 这种鉴别方式呢 只是找到鸽子特征而已啊 他是不是好鸽子 还得有待于实战检验啊 这我给他称为杂耍 间鸽方式 现在市场上也就是这种 是种间鸽方法啊 手感间鸽方法 静态间鸽方法啊 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类的 眼鸽剑鸽方法 还有扎耍剑鸽方方法啊 以后呢 我都会归纳成课程给大家去总结 去整理啊 去讲解 呃 大家看健康不健康吧 这个7月20号就准备下锅了啊 一个非常不错的小鱼底啊 呃 这个呢是一个瓦辉 瓦辉带来一根小白条啊 他的父亲是咱们辽宁明威公团2021年啊 530公里决赛的八十四名啊 呃当时呢都没有爆满啊 就回来200多个 呃 他都定下回 定下回来的 天气是特别特别的恶劣啊 他爸飞了个八十四名 他爸的血统呢是 伯格一号的外孙子啊 他的母亲呢 是卡尔春盆第一届啊 第一届卡尔春盆 取800名是取700名啊 飞了668名啊 拿回奖金是 8W吧 应该是 我之后呢 回去呢 今天就把它配在一起了 今天啊 配在一起了之后呢 前几窝都在公盆呢 取大比赛 他属于一个沾血配的 浸血配的啊 都是伯格一号浸血配的啊 非常不错 哼 我让我再给大家欣赏 那个 我这把那个612啊 612里载着啊 这大家拿着看一眼 给大家欣赏 612里载着啊 看没啊 这是612载着 到那有个小一点啊 这是这是一个前余点 这是一个瓦灰啊 这是第四五啊 612呢 今天是燃重点阻力的一个总格啊 出了四窝 四窝落齐个胆 他是第四五啊 第一窝出了俩 一个是送宇航大盘去了 VIP啊 8888门 一直送那个一号去了 第二窝呢 出了一个淡寡一个啊 完了送福星阳光去了 第三窝呢 我们送那个凯尔春盆去了啊 第三窝也是一个雨点一挂回忆 这是第四窝了啊 这是第四窝呢 咱就准备溜爽了啊 这个他的妈妈是612 是咱家伯格一号的闺女啊 他的爸爸呢 是我在这个我们这本地的名家啊 是非常有名的啊 也是一个实战强豪啊 在这个杜宁老师 他家引进的 引进的一只神奇号高位分啊 配他妈 出来着啊 出这个七个仔 落了七个仔着嘛 这七个仔着啊 各个都那么完美 各个都漂亮啊 看看今天秋天飞的啥样 如果说这飞的好啊 这个配队就保留了 如果飞的不好啊 我们来年呢 再给他换队啊 起码说 这这这这这这次配队 本次配队 春盆秋盆 一共有五只餐餐歌啊 我很挺看重的啊 这个时候其实育种啊 咱谈谈说 这个时候育种真的不容易啊 这这这这些歌都是 保姆哥在喂呢 因为总歌已经猜对了 因为不能这样 总歌在劳累的啊 这时育种呢 我们主要是面对的是一个 是起口黄 起个豆 起毛鸡虫啊 这几样是泛滥的 就不行 所以怎么去预防啊 有的呢 是拿药去预防 但是咱家呢 喂药是喂的是最少的 我从来都不怎么喂药 我都是拿粮食去调的啊 疫苗啊 这小这样的歌的话 疫苗咱都已经喂完了啊 都已经做完了疫苗 所以呢 直接下来就溜走 这个 起个豆呢 这会儿起个豆 预防的方式啊 那个预防的方式 就是点一盏照明灯 在外面割舍 旁边点一盏照明灯 或者一天点一盘 闻箱到晚上啊 等安全的下地儿了 竟敢能独立治理了啊 这些歌这就是真正的啊 就行了 就不会再起豆了啊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啊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大家好 我是博哥啊 刷到这条视频的给博哥点个关注啊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是夏季 鸽子呢 最容易就是体外虫泛滥啊 包括这体外虫都啥呢 雨狮啊满虫 如果说得了对鸽的身心啊都造成伤害 尤其身体 又得了满虫咋 一刀毛 一掉一大片啊 小猫茬着 所以今天呢 为啥给你给我点个关注呢 这个啊 这我不是卖药的 今天我也是刚来啥 我也是刚买的啊 预备的啊 这个 我认为啊 有必要的预备一下子啊 这12天就有啊 这个东西呢 是给哥西岛的啊 你给我点个关注 到时候之后的话 你们又想知道 因为我不给任何这个药品呢 上家呀 做广告 你又需要知道名的 你可以私下的啊 之后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什么药 静儿去药店买一瓶 我这也不卖药啊 呃 这个东西呢 如果说你那个得了满虫 于是啊 还不伤身体的话呢 就给他治疗了 这是兑水的啊 这个东西是兑水的 那我的针头比较大啊 我的注射器 看比较大 每次我都搁在五这儿啊 这儿有个五 都搁五这儿 或者五多一点啊 如果小注射器的 我都搁六这块啊 我都搁六这块 完了拿这个一大 一大潮水 把这个东西晃上里啊 晃上里之后 鸽儿洗澡啊 包括鸽儿盐水 淹进去也无所谓啊 因为对鸽儿 没有太大的伤害 因为这剂量小啊 撒上了一大 因为首先这个鸽石和满虫 它们的这个生命的顽强力 是不大的 只要他遇到这种药啊 一撒他就使 所以我家治疗满虫 治疗鸽石 预防的这个东西啊 我全用这个东西 这一个伏剂啊 这一个伏剂 我就能用这一瓶吧 我就能用这一瓶 我平时我不是给鸽儿洗澡 就是一个鸽盆里啊 也就洗 四到六回啊 就行了 鸽石啊 满虫啊 就全都搞定了啊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啊 就是可以预备一下的 这个呢 可以跟这个预言啊 就是互相掺插 今天我洗澡 用的是这个 完了过三十天 再给鸽儿洗澡 我可以用 用这个预言 完了再过三十天 我用它 完了再过三十天 用预言啊 在这个夏季当中呢 度过这个时候就好了 如果说你这个 一旦得这个 满虫了 都得雨实在好 好一点 又得满虫了之后 这胸扑着 肚囊子一刻 咔咔咔 毛刻掉了 那哥哥太刻着了啊 而且有时候这个 满虫这个东西 在这个 哥这个皮肤里面啊 到晚上出来刻 所以这个啊 是他的刻性 不要问我啥要 就是说 私下的完了 我可以就告诉你啊 呃 今天的视频咱们聊到这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我是伯格啊 今天跟大家聊聊 就是给这个 姓哥做这个疫苗啊 呃 哥要不要做疫苗呢 我认为啊 如果说你养的少 无所谓啊 你像有规模化的啊 必须都得做 尤其呢 就是到了这个 七月份 哥这换毛的季节啊 哥新成代谢 重新循环啊 也是哥最脆弱的环节 呃 各种菌群啊 也是滋生 来或者是 哥友互相的观察 哥带着各种的菌 很容易给哥造成呢 一些疾病 重点就是新成益 萨曼氏 这种的 我们重点 就预防这个 如果说你哥得了新成益啊 但你就是一死啊 就一大片 得了萨曼氏啊 对你的哥做育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呢 我就是选择给哥做疫苗 现在这市场呢 我们流行的疫苗啊 无非就是三种啊 供你参考 第一种呢 就是扎针这种的啊 形式的啊 其实挺管用 非常管用啊 第二种呢 是鼻子的第一滴 眼睛的第一滴啊 这个也特别的管用 第三种呢 就是给鸡做的疫苗啊 就是给小鸡做的疫苗 都挺好用的啊 但是呢 我选择哪种呢 就是扎针这种 我淘汰了啊 以前扎过啊 给哥容易扎不好 容易扎实 或者你扎不好的时候 把他这个扎针 那个针眼这块 过段时间会起个大包啊 起个很大一大包 咱们以前做过 完了也起了不少大包啊 完了我把这些哥呢 都分享出去了 第二点呢 就是低鼻点眼睛的 说你哥少行 你又是五六对 十对 二十个哥 你低鼻点眼睛啊 就可以 像咱家的哥都一百多啊 连大哥的总哥 再加上那个小哥 除了一百多啊 一百四五十 那你费事的低鼻点眼睛啊 所以我这也淘汰了 但是这两种是很管用的啊 我选择呢 就是给鸡做的疫苗 这是验水的啊 验水这个疫苗 我给大家说说药领啊 啥时候做 首先我们选择就是 六月末 七月初做 因为这时候哥呢 开始掉毛了啊 退毛了 七零八落 九尖十美嘛 到十月份 十月末 十一月份 哥这个一身的毛 就换完了 我就选择 六月末和七月初 做一次啊 怎么做 选择的天气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是暴晒的天头啊 特别热的天气去做 早上呢 我们正常的喂吃 喂吃啊 之后把水拿出去 控水 控到中午十二点过后 一点多钟啊 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 鸡的疫苗啊 拿出来 对上水 六湖 那六升 一大湖的水 给你的总哥啊 全都喝一遍啊 呃 你的隔盆多的话 挨个隔盆喝都可以啊 完了之后呢 再循环再喝一遍 再循环再喝一遍 呃 两个小时之后啊 你看有哪一个没喝到的 就可以用针去打一下啊 如果都喝到了之后 两个小时之后 这个新成医这个疫苗啊 就得倒掉啊 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观察哥的 有的哥做完疫苗呢 是啥事都没有 该吃吃该喝喝啊 有的哥呢 做完疫苗呢 他会起一些反应啊 就所谓的冷啊 我因为哥是冷 因为以前养鸡的时候 给鸡做疫苗的时候 冬天做做疫苗的时候 都给这个炉升门呼呼的 去做 因为这个鸡苗 喝完之后 哥肯定有冷的感觉 有的哥会出现 呃 说头啊 扎毛啊 不必担心 撒药也不用给啥 蒙管 对儿去就好啊 对儿去就好 因为咱做的疫苗 是这么做的 呃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我是伯格啊 康准备送凯尔的小战将啊 今天录个视频 跟大家说啥话题呢 就是凯尔春盆啊 因为咱今年已经参加了第三届啊 第一届 第二届 今年是第三届啊 这三届当中呢 呃 第一届第二届啊 咱们送的哥少啊 但是呢 都榜上有名啊 虽然没非啥告位 但是呢榜上有名 所以呢 今天我谈这个话题 就跟他谈呢 就是我 我选择卡尔春盆 所选的这右哥这个标准是啥样的啊 但是可能跟你心目中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我呢 呃 起码打了两年 总结了两年 今年第三年 我就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跟大家拿出来分享啊 首先呢 打这个卡尔春盆啊 呃 首先这体型上的选择 我太小的小体型和大体型的啊 不管多好 家中多好 直接淘汰啊 不要 不要 轮骨太高的 也淘汰啊 呃 轮骨太低的 也淘汰啊 不要这样的哥不要 因为我要的是全能型的隔着啊 呃 首先啊 它的体型 我要的标准 体型一定要适中啊 就像这种隔着 不大 不小 适中 轮骨呢 呃 它要略长一些 挺弦适中 龙骨要略长 但是呢 骨的 一定要硬度 不一定要出 啊 因为右隔的时代 当年右隔的 一般的龙骨 它都不是太合金出的 有的隔着拿着拿隔着 我这隔着 龙骨跟快这样出 那都是老隔着啊 那都是三年以上的老隔着啊 像右隔着吧 龙骨吧 它一定要硬度 齿骨呢 一定要命和的 啊 我这是这种选择的 呃 肌肉 一定要柔软啊 肌肉一定要柔软 所以这是我选哥的一个基本标准 完了就是家族 家族特别好啊 起码说的上代 下代 平代啊 在这赛场上都有 很好这个辉煌这个赛季 才能选出 呃 我最理想的那隔着啊 呃 我最理想中的那个 大开尔 最理想中的那个 是啥是体型的 我告诉大家啊 呃 体型中的 它的龙骨这个度啊 啊 大家 是是中的啊 不高不低 但是有长度 但是它龙骨的度啊 这块 前圈这块 一定要高出一点的 完了它往下是直走 走走走走走 往这里扎 啊 往这里扎 这样的隔往往非高位的 为什么说这样的隔非高位 这个如果这样的隔 基本都体型 都比较 发轻啊 都比较发轻 因为啥呢 它这气囊好 这块 这块是啥地方知道吗 是龙骨的 这个 这是前冲 这个位置啊 是啥地方呢 是哥的肺胀 啊 哥的肺胀 和心胀这块 正往下的 我呢 是哥的内胀啊 就是咱说 昂和鼠子的 所以这块呢 往高一点啊 因为中腔 高一点 它这个氧气啊 肺活量啊 它就充分 所以咱们打卡尔呢 这个270公里之前 跟我现在这些 这些公门的晒线 它是有同质晒线的 是一样晒线 但是过了我这块 它呢 有的穿海了 有的呢 过上海关 穿山了 所以呢 也容易遇到 暖流的情况下 它肺活量不够 它是肯定是飞不了了 飞不了高位的 你就放心 所以呢 它这块呢 要高出一点 中腔往高一点 完了它这个 这样的体型 基本上都是比较轻的 肌肉柔软就行 二是骨架呢 就检查呢 你走的时候 哥肯定要骨架 检查一下啊 我的这个大拇指 按照这个 哥这个位置啊 按照这个位置 向它施加压力 嗯 这样一动 是压力 这个压力呢 要跟这个风速啊 跟这个空气中的 这个对它的压力 是一样的 如果它不是 不是来回来 烂剥了啊 这哥就承受住压力了啊 这样的哥呢 上去呢 他起码进场的几率是有 但是呢 咱送的少两只 还得有一部分的运气 如果这两只呢 到决赛时状态都特别好 他就从进场一只 如果这两只呢 到决赛时绑条车了 受伤了 或有病了啊 也基本上就没戏了啊 但是我对哥的理解啊 呃 今天谈的那些话呢 完全都是我个人的经验 你觉得对 可以参考 你觉得不对啊 你就不用去参考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啊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